国产巨头纷纷出手 中兴或许还有拽机 苹果高通或起内控 中兴被美国商务部制裁 禁止中兴七年步行使用晶片 系统以及其他技术产品 这将导致中兴直接瘫痪 这让咱们认识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只要美国一进行技术封锁 中国的企业都举步维艰 更让中国的企业认识到了 必须要自主研发 这次我们的中国企业纷纷出手 自主研发抵抗封锁 希望未来中国能在科技领域取得好的成功 不再受他国封锁 如今中兴已经被封杀 必须要找更好的出路 或许还有复活的希望 因为国家一直关注着这件事 或许这个事情还有一些拽机 中兴事件给所有企业敲下了警钟 目前中国恒大、紫光集团、阿里频频出手 想把核心技术做好 其实美国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 高通和苹果经常为了专利打官司 而这次高通受影响进行大面积残源 苹果在中国的销量也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而最近华为宣布退出美国市场 如果其他中国企业效仿华为的话 那美国的损失将非常惨重 而最近美国好像和中兴有和解的意思 是不是美国感觉到了害怕 其实美国对中兴封锁 对中国而言是件大好事 要不中国企业还不知都进取 还不懂得智慧财产权和核心技术的重要性 或许中兴还有一线生机 所以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